玉里派出所接获了民众报案 玉里镇建国五街的一处空地有轮胎框遭窃 为了避免民众财产损失 玉里分局成立了专案小组来积极侦办 并比对路口监视器画面锁定了两名窃嫌 正在进行变卖物品 而当见到警方出现的时候 有刻意闪躲的情形 过程当中两名嫌犯是自知法网难逃 主动交代所变卖的物品 而警方询问之后 全案一切到罪 喊请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玉里派出所接获民众的报案 玉里镇建国五街的一处空地有轮胎框遭窃 为了避免民众财产损失 玉里分局成立专案小组积极侦办 并且比对路口监视器的画面 锁定两名犯贤正在进行变卖物品 当见到警方出现时有刻意闪躲的情形 过程中两名犯贤自知法网逃 主动交代所变卖物品 警方询问后全案一切到罪 喊请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经调阅路口监视器锁定两名窃险 乘以11月16日早上11时行经案发地 片刻后又骑乘摩托车离开 掌握市政后 同仁于17日下午14时前往回收场进行查张 当场发现两名其容帽特征体型及设案车辆 皆以监视器上影响十分吻合 且正在进行变卖物品 后经业者只认两名窃险 以16日有前往变卖卡车轮框 警方当场将取信 张信两名代盘所离清案情 玉里分局呼吁民众可以装监视器 保护自身生命财产安全 另外如果发现周遭有可疑人事物 请立即拨打110报案专线 警方将全力守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让民众有个安全的居住环境 记者高松双玉里镇采访报道